各位,請坐 各位董審,大家平安 我們在說台灣歷史 也就要記得,要說到這個共產黨 共產黨有一個台灣沒有?有 我們一個很著名的女婦人叫做夏帥 夏帥領導共產黨一個台灣 要說夏帥領以前就要了解什麼叫做共產黨 共產黨是怎麼發生的 孫中山說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幾個有聽到的人稍微走一下 不只一個人 就是我以前在投資就是這樣 三民主義跟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同? 這很簡單來說 就是馬克思他寫幾分之 說人類要生什麼都快樂 就要來做共產 就是你可以出多少,你就出多少 你吃多少,你吃多少 大家都一樣 他的理想是這樣 他的理想 他很重要 他有什麼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誰給我們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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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在中國的部分 前一個中國人 中國共產黨是北京大學 文學科、竹林教授、陳獨秀 他在上海創空一個叫做新青年 1915年 這差不多是民國四年 這介紹一份酌情 介紹列寧主義的刊物 列寧是蘇聯的國父 他在一九一千年結明成功 這很不簡單 一九一千年結明成功 推翻第二 當時呢 一九一半年 另外一個教授 李大釗 創辦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這個中國的共產黨 是為師匠、為主成功去 這個列寧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發表第三國際 什麼叫做第三國際 就是說 列寧結明成功 跟我說這個主義真好 共產主義真好 要向他推廣 要怎麼推廣 就成立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有什麼事情呢 你 這個國家 我幫你培養人材 給你錢、給你負責 你去結婚 來變成共產國家 這樣有效嗎 真有效 第一季裡面 當年很多國家 每個都變成共產國家 變成共產國家去 這個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一九年是這樣 任何時機 成熟 就派一個 東方書記長 霍金斯基 跟一個中國人叫 洋民齋 三黨人 來到中國 建立共產國際 在東方書 在上海 一個國家 你要 推廣 本來的政權 要怎麼推廣 你說 王國孫中山的方式 這樣會成功 這不可能的事 你一定要有 多國勢力概念 你如果沒有多國勢力概念 要成功的機會 真舊真舊 列寧在一九一千年 結明成功 一九一九年 結兩年 結 就成立第三國際 所以這個中國 就在第三國際影響下 這個剛才說 派這個霍金斯基來 中國國際共產主義 在這裡盡快做一切 蘇聯 住中國的全權大使余菲 來到中國之後 和國民黨的總理 發表 第一九二三年 他就發表 孫文余菲宣言 他們兩個 都有影響我們的人 發表一個宣言 說 聯蘇融共 聯合蘇聯 包容共產黨 扶持農共 會進行我們前 中國共產黨的人 和國民黨 進行國民革命的聯合政策 他這個 他這個共產黨 剛才開始 要再立了 要再做 聯合 中國的那個 那個 孫文 吼 那 五個月之後 我們要 去莫斯科 研究建立黃埔軍校 說到黃埔軍校 要知道 當時 那個 袁世凱 袁世凱 做頭一輪的中華民國總統 他是中華民國的開脫者 不是孫文 孫文在後面 掛到我買 這個孫文 這個 那個時候 袁世凱 他要做黃埔 壓心大起來 人家壓心最困難 壓心大起來要做黃埔 也去 紅線稱帝 也去稱帝 但是 做八十多天而已 就死去 袁世凱死去之後 中國的國情 亂七八糟 每一個軍閥 就說我掌控了 山東省的軍隊 我就山東王 他掌控了 浙江省的 他就浙江王 中國 中國 劃分成 十幾個 這個時候 孫龍山 去給這個 索連看 看他 因為他說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樣好 看他到之後 現在又刷入 事情就是 你派一個人 來做 軍校的校長 然後 孫龍山 旁邊沒什麼人 又要去日本 去水買一個 叫做 蔣總政 蔣介石 全叫蔣介石 你去 你去索連 去索連 分連他做 要怎麼做 做一個校長 所以 黃埔軍校的校長 第一任的校長 就是蔣介石 是 孫文跟國民黨 第一叫李宿妮 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宣布反帝 宣布反帝 你不再做一個皇帝 反封建 兩大目標 即 收 聯蘇 聯合 蘇聯 融共 扶持 工農 三大政策 選出 中央執行委員 114的人 這個時候 毛澤東 也選 候補執行委員 有17的人 中央有毛澤東在裡面 所以 這個蘇聯 今晚 他們全出錢 出欄 怎樣出錢 派很多人 為政治軍事 鼓勹靠台灣 跟中國 設立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實在的 政績的名字 就是路軍軍官學校 但是 因為他們黃埔這個地方 所以叫做黃埔軍校 如果寫在三重埔軍校 意思是一樣 寫在黃埔的地方 給兩個師團的寫筆 裝筆 一個師團大概是一萬人 兩個師團都裝備兩萬名士兵 那時候開始有飛機了 也讓你飛機 也讓你大袍 讓你搶雞 兩萬雞 這不得了 每個給你三十萬一般金費 還給你錢 你只要有福祉人家還不行 還給你錢 每個月有四十萬塊的宣傳費 一個月裡面有差不多七十萬塊 當然 那個一塊不知道代表多少 但是 應該是平時的一塊比較大 你不願意 你要不要再建造 各方面 你不願意 那天啊 那每個月 大家還要建造 那幾個月 我們要建造 這個月 那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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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建造 那幾個月 那一塊月 那幾個月 那幾個月 去年 三個邀請國民黨參加加在共産國際 這個時候 國民黨和共産黨如交四起 兩個人很享受 所以這段的部分很差 但是我們一想就是 國共不相容 結果人家是如交四起 最最好 常常打破的感情 他叫二六年 七個開始北伐 他叫二六就是民國十五年 勢如破竹 轉聖間北伐軍 到達長江 佔領武漢 進取香港 這個時候 國共終於分裂 這什麼原因 贏得分裂 他叫二六年 怎麼會 這黃埔軍銷的軍隊 怎麼會勢如破竹 這什麼理由 這理由就是很簡單 蘇聯是歐洲軍隊 把歐洲軍隊的追蹤 放在中國 中國是 會武器很壞 什麼都很壞 現在一聲堵到 法共你滾了十八的軍隊來 所以大家都走 所以勢如破竹 為 更當打到長江武漢 我們上海 都沒有突出什麼敵人 你們在讀書的時候 看說有某一場戰役 是北伐軍在打的 但是到上海之後 這個人的壓心更大 這個中間就 想想 我這麼簡單 就從南部打到中國的中部來 這個時候 北方的那個 東三省的 也是說 我歸順你 抑制 就是說我歸順 這支歸順 換掉 換你的歸順 插在我的 管轄的地方 這個 這個中介教 野心擴大 想要做總統 想要做總統 要怎樣 最難 替頭的就是共產黨 所以 他發明一個新名詞 叫做青黨 青黨 大家都沒聽到 但是青黨的由來 就是因為野心做 壓心太大 青黨 全都開始抑制 共產黨 你自己都沒想 共產黨是你 扶持大的 共產黨的後面還要做索連 你現在抑制共產黨 所以國共分裂 這是製造的中國 來前的主要理由 這個理由很大 他自己就是 我要通關 我要做總統 甚至於可能要做法 這是中介教的事 所以到青黨 這樣 中介教在上海 大量屠殺 中共黨員 這是412事件 張作霖 在北京 槍斃李大昭 他剛才有相比出來 李大昭 唐申至河劍 在長沙中 屠殺中國 中共黨員 跟工農分子 所以白色恐怖 就在中國發生了 每個人都在台南 武漢政府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主席 開始來抓中共的黨員 所以 在國民黨北上的 武漢的鮑羅亭 駕龍 羅毅 一個頂頂的國際共產 的140的人 他撤離中國 中國不容納他 要跟他們抬 國共剛開始分裂 分裂到不可收拾的時候 在四個一九二七年四個中間 在召開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 在漢口 有 當時 有人在批評 陳獨秀的領導方法 為右勤機會主義 就是說陳獨秀 前一個北京大學的那個陳獨秀 你不站在共產黨的立場 你 右勤 就是向我國民黨 一九二七年八月槌 朱德賀榮 九雲來 在南昌 軍事起義 南昌這個地方 軍事起義 標榜建立蘇維埃政權 與國民黨發生第一次的國共戰爭 這八月槌 就是成為中共的建軍節 中間 本來 現在想到阿平在後 他反恐 就是反恐 他有為索連來的武器 所以他向我武衆對抗 在南昌 南昌起義 所以那些是八月槌 所以八一建軍節 就是這樣開始 這個就是毛澤東和朱德 這個 這個 這個摩德東 這個朱德 這個 同時 他穿這種 這個 泡麵油的 一九四五年的 母特東 和朱德 一九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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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建後 建前結束 好 建前結束的時候 這個 摩德東有來重慶 拜會 很久 兩人說得很好 摩德東回去 他們的地方 就說 我在重慶說的都不算效 就否決掉 他在中國在說的事 他說 那個時候 他的死命太多 威脅 就要順 這九個九個意思說 這個就是祖恩來 大家注意看 這個 龍眉大園 在延安的時期 延安是什麼地方 延安是有 有一個兩萬五千里長征 延安是一個最重要的 都會 這個 據邱白 繼任中央總書記 兼政治局主席 第三國座 他就搶人 他就搶人 來做這個 領導者 那時候搶到這個 據邱白 據邱白上任以後 四省秋收暴動 失敗 換人 廣東陸峰蘇維埃政府 廣東人民公司 失敗 所以 換上李立山做總書記 一九二百年 七個 一九二百 由於索連開始 索連是一九一千年 列臨革命成功 一九一九年 是 建立第三國座 第三國座 等於中國做十年之後 會整形成這樣 這就是主委 左邊這個王民 右邊這個 秦邦縣 這個 李立山 我突然去找 圖像 給大家看 有 有相片 看得到 好像比較實在 不是在公共 一九二百年 一九二百年 四個 朱德毛澤東 在金甘山 金甘山 你聽到嗎 建立 中國 功能 紅軍 第四軍 發展到中國 中共 中央 不一樣的 毛澤東路線 毛澤東 另外 沒有採用第三國座的命令 他用後自己的方法 所以叫毛澤東路線 在金甘山的共産黨 沒有收到第三國座的干涉 遠離上海的中共的影響 所以 比較順利 進行 途中的改革 跟建設 一九三一年 十一月推薦 九成中華工農兵 蘇維埃第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 在江西 福建省的瑞金 所以 韓國瑞金委首都 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所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設立 主席是毛澤東 副主席向英 張國濤 他們的根基是這樣 給大家看看 外面都是紅色的 外面都是紅色的 這位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這位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這位是這邊投進去 所以有三十四年 十幾年 首位 朱德毛澤東 幾乎第一方面軍 十三萬代軍 展開了游擊戰 開始歷史未有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這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 也有台灣人在裡面 也有台灣人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 什麼叫做兩萬五千里長征 這個中國的名租 你要知道這是打敗仗 吃煎 煎不下就跑來吃 國民黨的工作人員就來理會吃 就跑這樣 在那裡跑 跑兩萬五千里長征 法律跟公立不太一樣 這張圖就是 當時它是怎麼走法 我們看到安徽 河南 山西 頂頂 湖北 四川 所以這個路走一段日 走到美修高 走到延安 這個共產黨死多少人 他出發的時候有十萬人左右 八萬也屬屬兵兩萬黨員 到延安剩下八千人 就是說十萬人剩下八千人 百分之九十里 叫國民黨台詞 所以這個數字 大家要知道 就是說原來這兩個 共產黨和國民黨 在燒台詞 太得這麼厲害 百分之九十里 這位就是母特東 母特東跟蘇聯的關係 不說很好 因為蘇聯的第三國際 只一定 誰人做領導者 母特東就不去插在那裡 所以他跟蘇聯的關係並不好 他叫三五年 他叫母特東 避開蔣軍的追討 在朱德彭德懷林彪的軍事將領支持下 奪取了黨的領導權 這個黨的領導權 本來是第三國際 指定的 結果他奪取 那當時 他叫三五年就是民國 二四年 二四年之後 他這母特東提出北上抗日 這是一個地道 讓大家比較了解這個 當時的見譚的情形 對民國的招待 這樣子 因為法律的奪取 這個人 還是不成為 說 但是 都尊重 這幾天 ,他現在 領導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共產國際 對於中共領導權 因毛澤東的掌權而降低 這些共產黨裡面有不平的事情 沒有的黨就去唱歌 這個歌讓它唱到 本來第三國勢就是說 我這派的人做主席 但是你這派的就沒那麼用 所以某些都占便宜了 這情邦縣 說共產黨也就要說台共 台灣共產黨是怎麼來的 它本來是在日共的羽翼之下 所以它的名稱是 日本共產黨 台灣民族自暴 但是日共面臨1928年315事件 日共有3千4百人讓人拿去 下長年還有一個水一六四驚 還有4千人讓人拿去 這個 在日本 要抓共產黨是怎麼抓的 它發現一個共產黨 OK 你這個共產黨去封門寫人 寫人來封門你 太多要抓他的 誰給你 early 便不 puedes 等一下有幾隻 哪一顆 給你抓 那麼幾隻我就 抓3千人 抓四千人 這就說 日本建材的比較厲害 知道要怎麼抓人 他沒有一聲就抓 如果中國看著這個共產黨抓這個 看著那個是抓那個 你沒辦法把一個共產黨殲滅 不可能 他找一群三千人總結抓起來 再找一群四千人抓起來 但是一群二千年 這個兩府秋收暴動失敗 國共合作失敗 國民黨清黨 據秋白李立山的路線的失敗 有很大的困擾 所以對台共的指導 事有若無 這個國際共產黨第三國際是這樣 他支持中國的人做共產黨 也直接支持日本人做共產黨 台灣的共產黨是在日本的支部 日本共產黨之下 你要拿錢就要檢查日本人 日本人才會拿錢給你 那個不是中國 但是日本只有兩邊 一邊去抓三千人 一邊去抓四千人 一邊去抓四千人 沒有去 共產黨不見了 所以台灣共產黨 就依附到中國共產黨之下 來工作 中共對台灣的獨立的要求 採取贊同 這樣做好 這樣做對 將台灣獨立列入台共的黨綱上 台共的黨就是台灣獨立 他求三五年配給隨意 中共在抗日救國 告全國同胞書 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裡面 呼籲所有反對於 中國主義的人 中執人聯繫起來 並於被壓迫的民族 如屌仙郎 台灣人 等聯合為同盟軍 共同抗暴 所以這個共產黨 他對台灣的看法就是說 你台灣人 在受到日本殖民統治 你要起來 你要起來 日本共產黨 也根據這個 這個莫斯科那邊的指示 也是贊成台灣來獨立 所以在這個共產黨裡面 台灣 希望台灣獨立 來共同抗暴 怎麼跟狂仙郎有關聯 狂仙去讓日本 所以他也贊成 狂仙郎要脫離日本 他叫15年 背給出他的 抗日救國 告全體同胞書 又稱為八一宣言 有這種文獻 八一宣言是中國人 中國人民 跟日本 日本 讓阿伯的 狂仙郎 台灣人 跟下街戰的日本人 列合起來 來反抗日地 這樣 狂仙郎跟台灣人 是被當作 日本帝國 國內的 舊塑民族 中共 呼籲 中日朝 朝鮮 台 人民聯合 反抗日地 以免把 一面把 條件 台灣 兩堆 反地 反殖民的 民族 跟社會結明 當時 歸屬 日共指揮 在日本發生的 共產黨 共產黨 就說 在日本發生的 要從日本 來解決 1936年 7月16日 某個東 在延安 會見Snow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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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問說 某個東 中國人民 是不是要 為日本 帝國主義的 手中 來 收復所有 所有的 失地 四季 某個東 某個東 就回答 不僅要保衛 長城以南的 主權 那個時候 長城以北 好像 不是 中國的領土 所以 只能說 長城以南 也要 收服我國全部的 私地 這就是說 萬州 必須在收服之內 但我們不把 中國以前的殖民地 朝鮮包括在內 現在 這句比較重要 當我們收回 中國私地 達成獨立以後 如果 朝鮮人民 希望 爭脫日本 帝國主義的枷鎖 我們將 我們將 熱烈支援他們 爭取獨立的鬥爭 這一點 同樣適用於台灣 這是沒有在東說的過 在這個 對這個 美國的這個記者 叫做Snow Snow也把它頂出來 所以同時 共產黨是 戰勝台灣獨立 現在正在說這些事 對於蒙古 對中國跟蒙古人 共同居住的地方 努力把日本驅逐出去 協助內蒙古建立一個自治區 這個蒙古 這個北通在歐亞大陸 這個民族很厲害 所以 這個民族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把它掛作三條 一個在中國的地方 叫做內蒙古 一個 我們現在知道的 叫做外蒙古 外蒙古 以北 靠近貝加爾湖 嚇到一個蒙古國 一個蒙古 竟然掛作三條 這個 因為 因為 為什麼 走這個蒙古 聯合起來 稍後再來 這個 這個 白的 那個白人走 欸 又造成一個 煌禍 煌禍就是說 五種人 會禍害 五種人 怕八種人 母帝党对台湾人的看法 19300年10月 母帝党的会议中报告 新改叛控制民族的战争 控制民族统一战性的发展 新改叛 母帝党鼓励 表现台湾等被压迫的民族争取独立 这再一处 母帝党赞成台湾独立 所以以后就说 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 胡说八道 母帝党那时候就说得很清楚 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录 都有在的 呼吁 中日两大民族 加条线台湾比阿伯的民族 共同努力 建立共同反侵略统一的建策 以便打败日本的侵略战争 强调中国的生理主要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但是这也是需要国家上的资源 互相配合 这说得对了 这如果要纪念想说 你要靠外来的帮助 不得都认为 他认为 中国人跟台湾人应该用平等的国际友谊来合作 这并不是因为他把台湾人当作大汉民族之一而期待合作 当然他没有跟台湾人看出的汉族 没有汉族 这点 这点在这个 现在的客户来证明 我们台湾人跟汉族的区别很大 我们台湾人的血统 百分之八十五是并不足 这就奇怪 DNA显示百分之八十五是并不足 不是汉族 第一 大夫跟大夫结婚 那是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在到的DNA 母子 大夫那边的DNA 占到这个小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大夫那边的 大夫那边大概二十几% 那如果七十% 薪水的这个小孩就已经七十%以上 是并不足了 现在又第二次 又结婚的时候 跟一个朋友 都是跟并不足结婚的人 薪水的小孩 就跳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所以我们的血统里面 大部分我们85% 我想这个是很苦苦的所需 就是并不足 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秘书就是说 一旧数六年 一月十年 中概就把所有的台湾人 规划成为中国人 这不对啦 在《马关条约》的时候 也是爱国际买的时候 它有两年的时间 让你去选顶 你要做哪些个人 当时《马关条约》的时候 有三千余人离开台湾到中国 离开的时候 台部门都台南人比较多 台南是最大的堂市 最大的堂市 弄到房地产的价格下跌很多 房地产的价格就全大路了 那就是说 我卖给日本人管 我们要来中国 但是真好秀 去到中国滚了一年后 一两年后就住不住 一个一个又回来 回来的人 帮轎的林家 武风的林家 林宴棟回来的时候十四个 就是说你做台湾人夾在后 要去做中国人 做不 做都没松开 稍等电机我再来玩 我等这一节工作 武的林伟 中国人跟台湾人 应该以平定的国际友谊来合作 把台湾人 条先人 动罪 让日本帝国主义 压迫的弱小民族 因而要求互助合作 成为国际联合战线 这些意义是什么的 我唯多超来 这句话不是我下的 是萧欣义 国共长期倡导台湾独立的史实 在台独月刊 在111期 19825月 所以这种 关键字眼我都是 去兵这个历史的族 要看下人下的 要把他抖出来 他刚才说中国共产党 也说到一些台独 日本共产党 要不也是要说 他叫一般女 他叫一般女 冲立在东京大学的新人会 由 两个日本人在192年 冲立日本共产党主义同盟 所以这个共产党主义 哪有很多人主动 日本人主动成立共产党 没有人敢抗拼 他自己主动成立共产党 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 是在说 我要如何让全民 大家介绍快乐 幸福的日子 所以有这种事情 所以 你如果有理论 设理论 可能你会去 头上去就会死去 他叫离一年 近藤荣厂 第一山川军 去上海 跟东方菊直接取得联系 也拿到钱 秘密组成小民共产党 这东方菊是什么 东方菊就是索联建设第三国座 叫做东方菊 拿联系 东方菊也给他一些钱 所以秘密成立小民共产党 这一个斯大林 一个德田球衣 德田球衣是日本共产党的领导者 进藤荣厂和德田球衣 中七个人 建设障害密航莫斯科 参加一九二二年召开的东方民族大会 德田球衣是工人出身的 上一期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进行再教育 建设两年的特训后 上渡去日本担任建党工作 后来就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时 才27岁的青年人 为斯大林唯一的日本徒弟 这个德田球衣会说索联文 很简单 不可以 不可以 到达共产党是如何教育 它有一套方法 你这些人 日本人 这些人中国人 这些人 这些人台湾人 他教育 索联教育 副政策 这些人 录医 demás 这个奖実 这个奖実 他 YEA 他负任 所以你去流行很單純 你不用學習當地的藥案 你就能收到共產主義的精華 這就是共產黨 這段是為書名 台灣人四百年書來找出來 書名是一個 在台灣出身受告憂 跑去日本 跑去日本的時候 大家別人要去哪裡 他覺得共產黨很好 所以跑去共產黨的地方 到共產黨的地方 看到共產黨是這樣做的事情 跟國民都在修建 建議這個村莊他占到之後 這個村莊的Top 3%的人 中台 然後交換你這個村莊自己管理 你就乖乖乖 你的領導者都向台詞 這就是乖乖乖乖乖 為什麽 我們有十幾萬人去用杜莎 去用競 競競的競 這個人要幫你抬 這個人要抬 你若是領導者就幫你抬 所以這是共產主義的後面的事 我們說到兩禮拜的時候 大家會知道 這是人家設計要幫你抬 要幫你Top 3%的人 總是給你死 你如果領導者總是給你死 這是蘇冰說的 你叫李宿妮 在軍部大資本家的支持 統計 抵安維持法 所以這個法成立後 埋葬的大政時代民主主義 在中上學校實行軍訓教育 我們現在也有軍訓教育 一久二千年 田中內閣在五月二十八 用戶橋為名 出兵山東 六月在奉天扎使張作霖 扎使 六月二十七發表 滿洲蒙古並非中國領土 萬洲跟蒙古 蒙古不是中國的領土 發表這種理論 一久二百年三個三米五大大災部 六月修改治安維持法 將原來的十年的徒刑提高為死刑 七月設日特高警察 憲兵隊設思想科 一久二久年田中一一內閣下台 jeśliI don't shut down 審侶實際被人耍 那你也地死刑 叫什麼年918事變 日本軍發動918事變 占了中國東北 918事變 這個 我就說918事變的時候 日本派多少兵器 去政府中國東北 派2萬名而已 三國藝裡面都幫你勸勸了 整個中國東北都勸勸了 中國東北有中國軍 架牌的中國軍 看到日本兵來大家都走 所以中國東北918 只有開三國藝 2萬名兵 但是你想想看 1195年日本派7萬6千名兵 來台灣建6國藝 從台北打到台南 台灣的土地又是中國東北的36分之一 人口也平中國人比較少 平中國東北的人口比較少 所以我嚇會主說 台灣人很偉大 你如果多少 多少 多少住在中國的東北 是台灣人的孫 這個時候 中國要花多少時間 台灣才有辦法佔台灣 每天都給你建議 他要花兩百十幾年 才有辦法佔台灣 結果台灣跟我們六國 台灣對抗日本是六國 中國是三國 所以 我們如果有那些人口 日本就沒有辦法佔台灣 來佔台灣 1933年 建立萬洲國 五月入侵華培 日本一步一步向戰爭邁入 殖民地的台灣 進入了無政治 結社自由的黑暗時間 這就是 他的共產黨發展到這個時候 日本一步一步走向戰爭 日本一步一步走向戰爭 日本一步走向戰爭 日本一步走向戰爭 這都是多片 來看一下 田中義義和冰空雄性 全養義 我們來看看 到底全養義是什麼 前面有 他叫你田中義義來過下台 冰空雄性 向台詩 日本修上全養義 也向人台詩 所以 冰空雄性 全養義 這都向岸石 這幾個青年 日本人 日本共產主義者 在末斯科 受到國際洗禮 以布爾賽為客的姿態 重返東京 日本建黨 積極發展 在1922年 7月15日 秘密召開 日本共產黨成立大會 選出中央委員 三川軍 三川軍 方田 韓春 德田 求一 這些也有 10月的時候 共產國際 第四屆代表 被允許加入成為 共產國際日本支部 日本共產黨的建黨 大概是這樣 我們現在來修休憤10分前 現在 來修理一下 10分前 以後大家繼續 謝謝 請客立